來我們今天來介紹吳許欣 斗數其實在最早最早的時期 它有分為所謂的公衛的體系跟心藥的體系 從公衛的地支跟它公衛內的天干 以及它所擺放的位置 然後對應心藥它會有個解釋 單純的心藥它也會有個解釋 也就是單純心藥它會表示我們自己內心裡面的各種不同的價值 這個價值會在哪個位置出現 譬如說我們講說巨門心是你內心最深層黑暗的一塊 最沒有安全感的一塊 那你如果放在夫妻宮 表示說你的情感上面是有其不安全感的 吳許欣代表什麼? 吳許欣它代表的是你自己的金錢價值 因為吳許它本身是財心 講到財心必須要跟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一般看到的吳許欣覺得 它是財心它代表錢 它不是這樣來的 像我常跟大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命理學的產生早於人類的文明 如果我們把文字當成文明 有文字會寫東西 會計算 會有法律 因為你不會覺得一隻狗它是有文明的 對不對 你也不會覺得一隻猴子它是有文明的 可是問題是狗 它是有預測能力的 動物它有預測能力 比如說狗狗它會知道說什麼地方不能去 哪邊會有兔子可以抓它可以去 這是它的預測能力 那它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經驗的傳承來的 它的狗 爸爸交給狗 狗兒子 雪中的基因慢慢慢慢被流傳下來的 這樣子被建構起來的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在那個沒有文明的年代啊 那個社會上是沒有貨幣這種東西的 那個時候人是不會有錢這個觀念 我們後來一直把吳曲心當成錢財 財心 錢 它其實是一個後面到這個社會上的時候 大家的認知情況 你要想想看吳曲啊 它在斗數裡面 它代表的是將軍的意思 早期呢 所有的 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的財神 幾乎都是戰勝 為什麼 因為掠奪財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仗 而不是在那邊跟你買賣 後面我們現在講說 所謂的商場如戰場 應該是說 戰爭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商業 不然誰要打仗 誰要拿生命去拼 所以為什麼我們唐天下要這樣嗎 砍頭的生意有人做 但是賠錢的生意沒有人做 對不對 所以我為了錢我才去打那個仗 你去了解它這個整個歷史的背景之後 你就知道說 所有的吳曲心這個意思啊 這所謂的錢財的意思啊 它代表的呢 就是你的物質的價值觀 我們整個現在社會被建構起來的社會環境 是被建立在物質上面的 金錢上面的 談戀愛的時候呢 我們就談到那個事情 你是要愛情還是要麵包 年輕的時候要愛情 長大之後要麵包 那當然最好是愛情跟麵包都可以有了 用愛情做出來的麵包更好 那用麵包做出來的愛情呢 可是說到底啊 說到底 很多事情啊 在這個社會裡面啊 他如果不被建構在金錢上面的時候 那個整個社會總是會崩壞掉 你需要人家幫你服務 你需要付錢給他 你找個老公 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不在乎錢 年紀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錢可能不是第一要物 可是他不能沒有錢 不然沒辦法生活嘛 因為整個社會被建構在這種金錢觀裡面 這個價值就會變成是 你對物質的連接 你對人跟人之間的連接 所以吳曲心它整個代表的啊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價值觀 但是因為呢 它是一顆物質的心耀 五行屬性屬金 而且是陰金 所以呢 它是一個緩步的 然後堅持的一個力量 這樣子的特質呢 對應出你的金錢價值觀 對於這種物質金錢價值觀呢 是一步一腳印的 然後是穩扎穩打的 才不求快 不會跟你想懂講習的 或是不會讓你覺得 他是一個做白日夢的人 剛剛講了嘛 我們人在社會上 我們跟社會之間的連接 其實就是金錢 人員的關係也是見過在這個事情上面的 我認識你 你們來聽我的影片 然後我來上課 其實我們中間呢 就會有一些連接的關係 你們來聽課 然後我可以收取學費 然後我可以得到生活 所以我們中間被這個東西聯繫著 我們對於這樣金錢的 態度 價值 想法 個性 就是建立在五曲這顆心上面 當你的五曲心啊 如果是畫技 你就會總是覺得 錢不太夠 總是有點缺憾 如果是五曲畫科 你就會覺得說呢 這個物質跟金錢的展現呢 是你面子的所在 這種人呢 通常他不太會笑棄 不但要笑棄某個層面來講 就是某種破財啦 因為你是在花錢 畫錢了呢 他就會覺得啊 金錢的價值跟那個物質 這件事情呢 他希望掌控在自己的手裡面 這一類的人啊 當他是放在柴柏公 或是福德公的時候 甚至是命公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去創業 因為他希望把錢 控在自己的手裡面 無曲畫路 畫路的人呢 他會希望說 自己在金錢上面呢 能夠是比較自由的 這一類的人 他的個性 也容易讓他自己得到 比較多的 不管是外緣也好 或者是機會也好 因為他算是大方的 基本上呢 這是無曲的特質 然後對應式畫出來的概念 然後這樣子的個性呢 放在你的十二宮裡面 我們就講了 無曲這顆星 它是代表你的金錢價值觀 那看你是畫路畫權畫科 還是畫技 放在十二宮裡面呢 就會對應十二宮 譬如說你無曲畫技在樸翼宮 這個通常我們都會講說說啊 你容易跟朋友之間啊 會有一些金錢上的糾紛 其實呢 是因為你自己對於金錢的價值觀 你容易有一些不安全感 畫技是空缺嘛 你這樣子的角色 這樣子的態度 跟這樣的心情去對待交友關係 當然就容易跟朋友之間 會有一些金錢上的問題 那個畫科的跟畫路的就不會 他們反正就是很認真畫錢在朋友身上 我們在使用星藥的時候 是用這個角度這樣去看他 無曲心是我金錢價值觀 我放在六親公位 這六親公位呢 就是我跟他之間的關係 我容易去考量到 我這個投資有沒有回報啦 在金錢上往來啊 是不是會有一些狀況 那如果他又畫技了 我們就容易因為我對錢的不安全感 然後展現出來我跟他的關係有些問題 畫路跟畫科的都還不錯對不對 我們找朋友找那種 命公無曲畫路的 胡亦公無曲畫路的 那通常都很大方 在工作上面呢 譬如說財博公無曲畫技 很多人都說財博公無曲畫技不好 可是你要想啊 這個人啊 他在錢財上面有覺得缺憾 這個人是不是很努力去賺錢 那只要他不要走錯路 只要他不要為了賺錢有出問題 這種人反而比較容易賺到一千不是嗎 官路公的人呢 他會比較在乎說 我做這個工作 官路公我們講的是人生成就 我做這個工作 我這個努力 這個付出 會不會得到足夠的金錢 如果他畫技了 他總是覺得他工作得不到足夠的金錢 然後如果說又有其他的煞進來 那就表示說他工作常常會不穩定 因為他覺得他的付出得不到他的回收 當然如果是劃落劃全的就還不錯 因為他會覺得在工作上很一步一腳印的 然後會得到工作上的成就跟滿足 錢這回事相對的沒有那麼在乎 這個是無曲心啊 代表我們金錢價值觀落在12公裡面 我們可能比較會在乎那個公位 對我們是不是會產生什麼物質價值 或金錢價值這樣的態度 那我們以後比較務實的去考量 我們跟他的關係 或是這個公位所代表跟我們的關係 那我們再來看看說 那無曲心呢 他會有幾種組合 像五魄的啦 或是五項的 五項對面是魄君 五魄的對面會是天相 這兩個組合呢 是比較需要擔心說 當他做無曲畫技的時候啊 他會不會因為自己覺得 自己金錢上那個價值比較空缺 跟沒有安全感 然後會做出什麼錯誤的決定 所以一般他會講說 這兩個組合 如果你是在命工或財博工的 可能那個狀況不太好 可是實際上的情況是 缺憾他會去做很多努力啊 所以說無曲畫技他如果剛好碰到的 同時又有其他的路徑 或者是他破均有畫圈 其實這種人反而是 他會很努力在工作上面會去創業 然後做得很不錯的 當然他如果是在六項公位上 比較容易跟人家 產生一些金錢上的糾紛是要小心的 五府的啦 五攤的啦 都算是無曲的組合裡面 相當好的 天府心會幫助那個無曲心 你不要這麼務實 做事情的時候呢 不要這麼一板一眼 他有一些想法 貪狼呢 貪狼的人博學他很多 多角化的經營 跟多角化的想法 多元化的對世界的認知 所以會幫助這個一板一眼的無曲心呢 可以更靈活一點 五炸的這一組 因為七炸也屬金 所以五炸這一組 相對來講比較固執 還好他對面一定是天府心 所以他是看起來好像很靈活 可是實際上呢 早期那個那種收日本教育的老交場 會這樣子 頭痛苦力 腦袋好像裝了水泥一樣 會稍微有點固執一點 那就要擔心說 有的時候這類的人呢 他自己在做事情上面 就會變得很堅持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總之呢 無曲心代表是我們自己內心啊 在六星公圍在人跟人關係上面 會很務實的判斷 你跟他之間的關係 那你在財博工在官務工上面呢 都會對你的理財 或者工作上面呢 會有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 在命貢當他同管十二公 無曲心代表我們內心 對於金錢價值 社會價值 務實的判斷跟評估 以及以這個評估來 成為他在各公位上面的行事法則 你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行鑰 好 謝謝大家 利用指揮董事 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 謝謝